《天子傳奇》 《蓮花轉神》的概念 玩家是一個重生的生命體 跳脫一般凡人的那種概念 然後是以仙人的方式來呈現 符合自己其他的角色 或是自己很像的角色 那這些其實都是可以翻到的 換頭髮、造型、顏色 這些也會吸引女孩子的目光 小體型的女生真的非常的可愛 一個小的角色 然後去打那個大隻的角色 把它打白的那個成就感會很好 整個音效品很有中國負責的地方 就是真的 我們真的很重要的元素 然後去產品裡面很多經典的東西 那很多活動就會讓玩家有 師出有名的感覺 對 我們的場景 應該算是國產遊戲裡面最細的 做武俠遊戲 還是要產生是武俠遊戲的特色 在《天子》這塊遊戲裡面 加了很多新的元素 而且是成功的 其實我在跟NBG的 NBG也會有表情 也會有動作 它就是做到了輕鬆點 大家好上手了 但是你進去 進去遊戲之後 你又不吃它的生物 因為每一個小小的東西 它背後都有很多 很多艱辛的過程 我沒有看來的 我沒有看來的 我為你認識到 你家裡的事 我沒有看來的 我沒有看來的